類似裡面的染色育一定是不成對的 不成對才是關鍵 只是家裡有關動物的生殖哪一個是錯誤的 好 這老師有跟他講過 他說兩身類多 欸 講得很保守 多為體外受精軟身 對 爬蟲類多 你看他講多為體外受精 因為他怕有例外 所以這個都是對的 鳥類均一定是下蛋體內受精 有蛋的 欸沒錯 錯在第四個 你看 魚類均 均錯了 第四個答案 第四個答案這個均打差 因為要改成什麼 大多 因為剛剛老師講的大肚魚 孔雀魚 刺蝟青毒師是軟胎生的 當然刺蝟青毒師不是魚類 魚類裡面像鯊魚 鯊魚有軟胎生的 然後孔雀魚這個都是軟胎生 軟胎生就是體內受精 所以這個不能講均 只是理錯誤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十五題來 第十五題 臺灣水牛來 第十五題 跟第十三題 考的幾乎是一個模子 考的是一個模子 他說臺灣水牛裡面 這兩個有雙胞胎 雙胞胎會長得一模一樣 雙胞胎的話會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第十五題答案是選C 48條就是大家會長得一樣 好 那注意 雙胞胎裡面還會分為一軟雙生 跟同軟雙生 同學老師 同軟雙生的一定DNA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男生女生一定一樣 所以同軟雙生的一定兩個男生就兩個男生 女生就兩個女生 那所以到回來 我們所謂的龍鳳胎 可以推哦 只要是男生下來 一男一女的龍鳳胎推回去 一定是一軟雙生 一軟雙生 什麼叫一軟雙生 老師 同學 老師跟同學解釋一下 就是母親同時排出兩個軟 兩個軟分別有兩個精子 而且這個地方是22加X 一個是22加Y的精子 然後這兩個baby都是淡生下來 這個叫做一軟雙生 那同軟雙生是什麼 同軟雙生就是我們受精軟 受精軟一個 受精軟一個 來 精子跟軟結合之後 變成受精軟了 變成受精軟後 他在第一次分裂的時候 他在第一次分裂的時候 這兩個離開了 沒有連在一起 結果離開了 分別發育 這個叫做同軟雙生 這是個不一樣哦 同軟雙生的血型 DNA完全一模一樣 異軟不一樣 異軟只是我們一次生兩個 比較節省時間這樣子而已 他們長的DNA 染色體不一樣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第16題 第16題來同學看到圖形上 很簡單 怎麼簡單 你看到圖形嗎? 甲複製一次 分裂兩次 乙複製一次 分裂一次 所以甲 同學答案註明一下 減數分裂 乙細胞分裂 所以請問 甲產生兩個子細胞錯 4個 甲B 甲乙寫反了 甲是減數乙是細胞 人類的精子是經過甲 好 所以16題正確的答案 答案是選C 答案是選C 好 17題 乙細黑猩猩48條 這跟剛剛那個牛的考法有一點像 只不過它現在是考金子 金子只有提染色體的一半 所以它裡面有複製一次 一定注意 不管結束分裂 或者是細胞分裂就是複製一次 所以螢幕拿到 趕快把B 消掉 B 跟第二橫B 跟它一定消掉 複製一定是一次的 然後它金子只有一半 所以答案選A 18題 右左邊 來 這個同學要注意 這個染色體在什麼時候才會產生這個樣子 我們知道細胞的 細胞的周期 細胞的周期 同學你這邊要注意一下 在這個地方開始 細胞開始這邊就生長期 從這邊開始 它會分裂成兩個 我們叫分裂期 分裂期在我們細胞的周期裡面 它時間比較短 但是我們要觀察 我們要觀察 染色體的時候 一定要在細胞的分裂期 分裂期 細胞會 染色體會變成粗短 就是我們現在圖形 箭頭指的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看到的就是染色體 而且是在細胞的分裂期觀察到的 那你說老師 如果在這麼長的這一段 細胞的周期比較長的叫生長期 生長期在做什麼 生長期它本身染色體在複製 染色體在複製 所以它的染色體是細絲狀的 細絲狀 細細長長的絲狀 這個是生長期跟分裂期 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要觀察這一種染色體 要觀察到染色體 一定要找那個分裂 這些細胞分裂很旺盛的 像什麼 筋的頂端 像筋的頂端 筋的頂端 或者是根的尖端 還有我們形層層 形層層分裂層 木質目的筆部 這很旺盛的地方 比較容易看到的這裡 好 二次題 探索花的過測 哪一個是錯的 花粉 花粉觀察的話 要用顯微器 對 花粉裡面還有短細胞 哪是 花粉是花藥產生的 是雄蕾產生的 是裡面精細胞的 所以二次題 錯誤的 他要找錯誤的 答案是選第2個 要改成精細胞 精細胞 好 我們來看看題組 根據夏異所提供的資料 回答底下的問題 瘦精軟 來 一句一句看清楚 埋在子宮壁裡面一段時間之後 子宮壁就形成了胎盤 還有 期待 好 開始 母體透過胎盤跟期待 跟胎兒相連 胎盤是胎生動物特有的 特有的構造 好 隔開母體跟胎兒的血液循環 一句一句話看清楚 透過迫散 所以母體跟胎兒沒有直接相流通 好 進行的物質跟氣體 好 動脈圈起來 動脈有充足的氧氣經過胎盤的 來 動脈 母體的動脈送到期靜脈 第三行 那個期靜脈吹起來 所以動脈 鮮紅色的血就會送到期靜脈 關鍵就在這句話 好 胎兒產生二氧化碳就帶回去母體的靜脈送回母體 好 除以 請問哪一個具有胎盤 簡單的 體組第一 哪一個有胎盤 一定要找胎生 氣兒 孵蛋的 袋子 它是有袋類 雖然它胎盤發育的還不是完整 但是它還是有胎盤 所以答案選B 它是有袋類 像吳瑋熊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袋子 老師都跟妳講說 這個袋子就有點像保溫箱 因為它的baby 小袋子 小吳瑋熊生出來的時候 還不是發育的很完整 所以必須要在這個袋子裡面 有點像保溫箱裡面 所以第一題答案選B 第二題 膝蓋裡面的靜脈選 因為它是由母體的動脈來的 動脈我們含有比較多癢的是鮮紅色 這一題同學從題目的第二 第三行可以看得到 氧氣 所以它是鮮紅色 我們如果含有二氧化碳的話 那就會比較 顏色會比較暗 好 第三 沒有直接相通 答案在哪裡 答案在倒數 就在倒數第三行 它是什麼 題目的第二行擴散方式 擴散來交換 所以這種題組你不要害怕 題目看清楚 都是可以從題目裡面找到答案的 好 今天我們試題的演練老師就位同學介紹到這邊 我們要做那麼大塑膠 十字幕的史上 覺得 攝影忍 我去看的 有關的 還是有關 我們來看看